58年,吕正操在毛主席面前夸下海口,主席能完成四分之一就不错了。 1949年,随着北平和平解放后,党中央领导人便将目光放在解放全中国与建设新社会的重任上,而铁路工作则成为重中之重。 在负责筹划铁道部时,智人善任的毛主席则想到了吕正操将军,提议让他来管理铁路。 毛主席之所以想起吕正操将军,主要是因为对方与铁路结下了不解之缘。 对此,吕正操将军晚年时也曾感慨到,在东北分管铁路运输,决定了我后半生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。 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,吕正操将军被任命为铁道部副部长,主要负责铁路运输工作。 在来到这个工作岗位后,吕正操将军始终保持着战争年代养成的风格,以身作则,深入一线,实地解决问题,拒绝官僚主义。 可以这么说,大部分时间在办公室都不怎么会见到他,因为他要么是在基层视察,要么是在调研的路上。 吕正操将军,有句话说得好,只要你掌握了第一手材料,别人要糊弄你就难了。 也正是在吕正操将军的领导下,铁道部的各项工作都逐步走上了正轨。 然而,在新中国建国不到一年,战争创伤尚未恢复,百废待兴,各方面的情况还很困难之际,朝鲜战争爆发了。 1950年10月19日夜,中国人民志愿军跨国鸭绿江与美军对抗。 那时候,尽管朝鲜人民对志愿军友好,但他们也缺乏物资,粮食还需我方补给,战争物资要从中国运送到朝鲜前线。 针对我方空军力量薄弱,美国高级将军扬言要切断志愿军的后勤供应,以此就可叫中国军队败退。 在这样的背景下,吕正操被党中央任命为中央军委运输司令,在周总理和聂荣臻的领导下负责铁路抢修和运输工作。 吕正操将军明白自己身上所肩负的重任,为此他不敢有一丝懈怠,要不是找到彭德怀汇报和请示工作,要不是在战地现场指挥抢修铁路和搞好物资运输。 每天晚上的时候,吕正操还要向周总理汇报工作情况。巨大的压力没有压垮吕正操将军,反而磨练了他,使得他对于铁路工作越发的熟练和游刃有余。 在党中央的支持以及各级领导同志的配合下,吕正操将军带领铁道部队做到了铁路线路随诈随修,连诈连修,此段比通的交通运输网。 随着我方运输条件的改善,前线战士们所能接收到的物资支援也丰富了许多。 彭德怀将军也是说道,这场战役能够最终取胜,后勤的功劳算一半。 在此后的岁月中,吕正操将军继续投身于我国的铁路建设中,为我国的交通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 1958年3月,滕代远在成都会议上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,他也是提出。 在国民经济二五计划期间,铁道部要修建新铁路2万公里,15年共要修8万公里。 在此之前,这个方案滕代远是和吕正操以及党组其他成员商讨后的,大家都非常认可的。 1958年10月,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因为身体的缘故,无法继续主持工作。 为此,由吕正操副部长主持铁道部日常工作,代行部长职务,直至1962年6月,滕代远才恢复上班。 吕正操在主持铁道部工作后,毛主席也是多次接见他,向他了解铁路工作情况。 在吕正操将军看来,毛主席对铁路事业非常关心,每次外出视察工作时,都会抽时间同机物、乘务人员谈话,鼓舞他们做好工作。 某次吕正操陪同毛主席外出视察时,毛主席对吕正操将军说道,你们那个两万公里铁路修得了吗?是不是把人家修的也算成了你的? 吕正操将军听后则言,主席,放心吧,没问题的。 毛主席在听了吕正操将军信心满满的回答后,沉思片刻说道,我看能完成四分之一就非常不错了。 后来确实像毛主席讲的那样,铁道部修的轨道没能超过5000公里。 不过,铁道部尽管没有完成所制定的任务,但是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第一,提高了铁路工业生产能力。 第二,加强了新线建设和旧线改造,提高了运输能力。 第三,提高了技术装备和科技水平。 吕正操经过这件事后,也发现了不少问题,比如说铁路运行秩序不好。 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,吕正操将军也是召开部党组会研究,最终形成一个关于开展安全正典纸的事,并上报党中央。 党中央在收到这份文件后,也是批示了同意。 1959年,正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岁。 这年1月20日,新北京站破土洞宫与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等一并列为北京十大建筑,向国庆节献立。 在吕正操将军的关系下,很快设计方案就出来了,为能够保证这个设计方案符合要求,为此,吕正操将军便找到了周总理。 周总理得知吕正操将军的来意后,也是说道,行,大家一起来看看。 周总理看过设计方案后,对设计人员以民族风格做车站主调的方案很是认可,并提出几个小建议。 在吕正操将军离开时,周总理也是向他说道,一定要保证质量,保证进度,注意节约。 该花的钱要少花,不该花的钱,一文也不能花。 吕正操听后,郑重地点了点头。 在吕正操的支持和关心下,北京站的修建速度非常快,仅用不到八个月的时间就修建完成了。 毛主席和周总理也亲自前来视察,毛主席看过后也是非常高兴,并连写三张北京站的题字,供车站选用。 吕正操将军凭借自己过硬的工作能力,赢得了党中央领导人的一致认可。 为此在1965年,吕正操将军被中央正式任命为铁道部部长。